你不用合理的方式解決 解決不了事情 你不要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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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不給進 兒子偏要進 家門都關了一半 而至今趁著老爸不注意 休一下肉身撞門闖入 父親嚇得不停大吼 圓警見撞 一個劍步從上前 瘋狂壓制狂噴辣椒水 快點支援支援 被警方壓在地上 撞碩男孩奮力掙扎 甚至大腳 猛踩圓警 失控反抗扭打 最後不敵警力 被牙齒帶回 離譜硬闖家門 究竟怎麼回事 我在那邊而已啊 我在那邊而已啊 你出去 我們一定去啊 我在那邊而已啊 你就關門了啦 就在門口不停跳針 兒子回老家 卻被爸爸拒於門外 激烈對死 原來這名32歲 何姓男子 長期在台北工作 但住花蓮老家的父親 卻頻頻收到 法院地檢署寄來的 未到案通知 幾通氣單 而自20號突然返回花蓮 父親氣到把人狂撵出去 想不到兒子還不罷休 謊報爸爸失蹤 引誘警方到家 強逼開門 隔天還繼續坐在 老家門口當門神 警方調查 發現何姓男子 過去曾是 狹內的毒品人口 這回大鬧老家 不僅當場成了現刑犯 更讓爸爸氣到 差點吐血 不顧血緣 報警抓兒子 恐怕只想把逆子 轟出家門 記者 採訪報導